今天我是做整个房子的walkthrough 第1次walkthrough呢是专门用来发现问题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整个房子的问题有哪些吧 首先看的是这个车库里面 这些呢都是划痕 这个是检测师不管的 这些 这些 门边 这些地方粉刷没有好 以及下面有脏印 门的这边也是有很多地方是要刷好的 包括这些地方都有一些脏印 二楼Hallway的bathroom 这个sink它是漏水的 这个漏水的话呢是在检测报告上面体现了的 我就不雷数了啊 因为报告上面有 我今天主要是讲就是报告上面没有的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for 这边呢是有多余的水泥之类的这个东西 我要它抠掉 这些地方也是有多余的钉截尔 多余的钉截尔我都贴了blue tape 二楼都用了卫生间的这个权位 浴缸里面有一些划痕 那边的话呢有一个小的缝隙 这边的话呢有两三条的这种划痕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洞的 这个洞也得填好 包括我打的那个箭头上面也有一个小洞 墙面的这个地方都要让它弄好 通往外面的这个screen porch这个地方 也是有一个gap的 所以我也贴了blue tape上镇上去镇盖 这个是厨房 厨房的整扇墙呢都是白色的橱柜 非常的大气 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做的不是特别的细致 我也已经跟键上指出来了 就橱柜的木头是有一个洞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gap 当然它是不影响使用的啊 所以并不会在防御检测报告上面 显示出来拍一些小的一些chip 就是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就是会有一个这个gap 它这里好几扇都有 地上的话呢是有一些gap的 这些也是gap 我打了箭头的就是有那种缝 它油漆的时候做的不是特别精致 然后其他的地方就还好 这个都是我让卖家去整改了 整个房子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车库门的旁边呢 有一段呢它是有一点点弯了 我跟建商提了 他说他会找人来看 这个是一楼的卫生间 这个是多余的这个漆 然后门后面的话呢 有一块瓷砖是裂掉了 它不是脏硬 它是真的是裂了 这个是一个裂痕 是刮手的裂痕 从一楼上来到二楼的这个地方 有两个问题 地毯有gap 没有封好 还有一个呢就是 这有一些多余的那个漆 楼梯的这些地方的话呢 有一些小的地方呢 有一些贴了blue tape 这些地方是有一些黄色的那个胶啊 都让他们去整改 还有呢就是这些地方 我也是让他去找painter再重新弄了 它这个地方是有一条很明显的这个 小的一个缝隙 这个是需要他们在故乎之前去把它弄好的 这是二楼的两个客户 共用的一个jack and jill的这个卫生间 这个bathroom 特别明显的掉漆 是有一些小洞呢 我也都贴了蓝条 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些洞 洞眼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下面 它下面有的地方 是有一些chips 这些都不会写在报告里面 因为它只是影响美观 它并不影响这个function 这个的话呢 它是有一点缺 它是补过来 但是补得有点稠 那我也要它整改了 这是另外一个客户 常活检测报告上面没有体现 window有一个crack 窗户有一个crack 这个窗户换起来可贵了啊 我已经让键上去换一个新的窗户 这是修不好的必须得换 补处物间里面呢 有一只这个小昆虫 叫做bug 那我是打了一个箭头 我也跟他说了 他说会把它弄掉 这是主人房 这主人房的bedroom 主人房的这个入口的呢 它的地毯是没有贴好的 就可以看到到这里是有个缝 它没有贴好 这个呢 我也是让肩上系了下来 它会下次会整改 这是主人房的卫生间 这是你可以看到有个缝 看到了吗 还就是有一些钉子眼 就是看一下钉子孔 钉子孔 包括这些它多钻的这个孔 包括这个它多钻的孔 钉子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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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包括那个也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都是让这个卖家去整盖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完工中没有clean 所以它有一些污渍在这里 接下来 亮炼 编銀子孔 做叉 猪 330 感谢观看